我们这沙子就在这里 待会这个模板装好后 我们直接把它倒完 把它倒好后就可以吃饭了 吃完饭后再倒也可以 这是我们从这个花枫池里面摇起来的这些瓦片 我们在挖这个下水道盒 装这个门的过凉 大哥正在算这个水平性 看看这个水能不能下来 这只这个扒上 这个机场起来四个门的摆 意思就是我这个门的不停 四个门的摆 就是这个机场起来四个门 啊 你自己在四个门 哦 这个时候就要这个 高厘就要砍下去 这边那边拿着大压力 就在这个围着下个门 我就要 捆不住 这个顶 这个顶 就在关这门 还有四个门 就会被打了 来三千块鸡 接着我来瞅一下 鸡了 鸡了 回来了 这个鸡肉 我会慢慢减了 这个鸡肉 这个鸡肉 钉在这个木头里面 这个倒的时候 它就可以完美的 和这个木头融为一体 不然的话 要是一推 它就抖了 本来这一面墙 它也没有支撑力 只能这样做了 看 像这样 它就水泥就能管住这两边 知道吧 看得一领梦的样子 看我打的这些钢筋进去 就是防止这个墙会倒 像这样的话 它就跟这个木头完美的 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倒完后 再吃饭 因为这个没有多少嘛 看 老妈在那里掏了一个瓦片 大哥在这里弄这个下水管 小心 刚刚好 我先下去 这个管子已经系好了 现在管子从这里 拉到里面 再把主卧室和这个公共卫生巾的 管子淋上 然后淋到这里 就可以直接排出去了 不知道这个坡度够不够 不知道这个坡度够不够 现在往路挤过来走 先挤过来走 看哪个转 这里转不过来 我们先把这边的管子接上 看看接过来后还差多少 现在我们先把这里接上 不知道这个距离一不一致 就怕它不是在一条线上 就怕它不是在一条线上 做的 呢 一批一托 到处都是这窟窟 快来 过来 快点 这些碗是以前收拾老房子的时候 收出来的一些图碗 我们把它左开 笑一下躲 看 在地上随便少一下就干净多了 小银做菜特别的快 今天炒肉 炒腊肉 这是我们自家新的腊肉 今天可以吃炒腊肉 还有皮蛋黄瓜汤 还有一个包菜 切得越饱越好吃 你们看来自几十年的图碗 这个图碗应该有100年了吧 应该有了 这个是图碗 对 是以前那个土油烧的碗 不是现代的这种工业 现在市面上是买不到这样的碗的 灰灰依依盯着碗里面的东西 好 装在盘里面 今天我们的辣椒不是直炒辣椒 我们今天的辣椒炒肉 对 辣椒炒腊肉 你在看什么 逛逛 走 我们到那边去 灰灰 你看到干嘛 你看到干嘛 没在家了 这是从地里再来的以生番茄 每天最幸福的就是小心做饭 皮蛋走黄瓜 特别好吃 这是我们的灶台 到时候我们会烧火做饭 现在什么都还没弄起 所以说就用钉 用钉方便一点 炸汁 把这个黄瓜先炒一下 让它有一点味道 滤滤一点 这样的黄瓜才有味道 纯天然的水 为了煮汤特别好喝 看我们的汤已经在沸腾了 现在切葱 放葱花后可以起锅了 转过来 趁热不注意 赶快转过来 不然等会烫手 会不会你想吃吗 好 我们先炒这个腊肉 这个腊肉 因为有很多肥肉 所以不需要放油 等会会炒出很多油出来 已经闻到腊肉的香味了 吃吧 来 我们装一点油出来 不然油太多了 这个干一点 它才比较香 它不会腻嘛 小心炸哦 水分不弄干的 你看这么一点腊肉 咬出这么多油 正宗的猪油 先放一点蒜 因为我们这个腊肉本来就有盐 所以我们少放一点 不要放那么多 腊肉就是用盐筋的 就在熏的 我们后面放盐 是因为辣椒没有盐 所以我们少放一点 让辣椒也有味道 铁锅 铁锅 给我 哇 好香啊 我们就用刚刚腊肉熬出来的这些油 这些油其实都用不到了 这些油就用不到了 好 马上就可以吃饭了 我又叫他们吃饭 好 这我也做菜了 去吧 好了 这里的门过凉也倒好了 我们现在要准备吃饭了 你们没洗的 在洗的吗 我们可以吃饭了 老公 今天我们了 我去吧 去吧 等会儿稍微含了 切饭了 里头 坐 坐 坐 我吃了挺爱的 你老师 有有贝贵的 你要吃饭 吃饭了 看吃饭还不忘了 这里子 哈哈哈 吃饭了 吃饭了 他们吃完后就走了 我们还要留在后面收拾 爸妈和大哥他们都下去了 我们就留在后面收拾这些 小鸣坐的吃太好吃了 每次就是光盘行动 那个肉吃完了 这个包菜也吃完了 汤的话还剩这么一点 汤也要吃完 看我们家小贤多勤快 大家都吃了走了 他也洗碗 所以这就是我们俩留在后面的原因 没事 以后我们的那边卧室修好了 我们就不用回去了 再晚都没有关系 是的 外面已经完全黑了 哦 防水的停头 你看外面已经伸手不进五指了 出门只能打手电筒 两条狗根在后面 好 我们现在在清碗了 锅要擦干不然又生锈了 是吧 赵卫卫 快快快快快 我们回家了 来套上 如果我们不带他出去的话 我们回去都会被他骂的 对 你咋不带我出去? 他就会说 我们把这些门都关上 我们要回家了 你看你们有没有经过这种门 是这样锁的 卉卉怎么了 她以为我关门不让她出去了 她以为不让她出去了 好 走吧 走走走 卉卉 跳 真乖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 卉卉不去 走 你看怎么嘛 走吧 走吧 我们不骗卉卉了 卉卉太可爱了 好 关灯 关灯 回家 卉卉最乖了 你看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天这么晚回家了 真的是早九晚五 对 早初晚归 我们的梨子每天都摘 还没摘完太多了 上面还有很多 对 走卉卉走 走 这蛮的嘛 走开 小心吓死了 开到这里了 发现了一条狗蛇 它的头是像那个铲子一样 这是啥蛇 铲子蛇 铲子蛇 秤铲子吧 这种狗蛇很毒的 咬一口 要是一个小时 这个不救治的话 肯定会死亡的 大家看 现在这狗蛇 它是爬得很慢的 它慢慢慢慢的爬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分钟了 它还不走 走 不管它了 它不会咬我们的 蛇是怕人的 我怕它反过来 不会的 走走走 拜拜 小狗蛇 天呐 走 走了走了走了 灰灰怎么不去咬一下 才不让它去咬了 但是狗蛇 我以为这里又有一条 狗蛇了 走 我们下次走 到时候小心一点 嗯 好